女人正躺在地上晒太阳 可她的四肢却不见了 就连肚子也瘪成了一张皮 更惨的是 眼睛还少了一只 连小狗都可以随便欺负她 这时她的初恋刚好路过 就问女人 你怎么整成这样 女人说因为自己没有钱 交医疗保险 只能将身上没有用的部位去掉 才能减少保费 可初恋却十分纳闷 她要怎样生活 女人却说 我有一只手可以拿手机 有眼睛可以看电视 还有嘴巴能吃东西 话音刚落 女人就突然大喊一声 原来是在叫她的现任 可男人的上半身却不见了 只留下了有用的下半身 因为女人觉得 上半身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看着女人的惨状 前任男友特意为女人 开发了一种保费极敌 又能提供全方位保障的先种 女人听后非常的开心 立马就长出了四肢 从此 她再也不用为保费担心了 但女人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不喜欢吃青菜 每餐的青菜都要扔掉 可下一秒 女人就因为营养不良 脖子变成了八米来长 原来女人自从有了医疗保险 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大吃大喝 但唯独不吃青菜 导致肠道里到处都是垃圾 非常可怕 女人为了让自己的脖子 变回原来的样子 就赶紧吃了一口青菜 万万没想到 青菜的绿色纤维 不仅能清理肠道中的垃圾 还能让你的皮肤聚光滑 女人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千万不要招惹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人 因为他怎么都打不死 就算把家拆了 又无济于事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 男人正在喝饮料 却突然出现了个三米高的顽皮小男人 因为他觉得饮料不健康 于是一个箱子 就把男人爱喝的饮料 变成了最讨厌的果汁 男人怒了 于是一个酒瓶子就扣到了他的身上 任凭小人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 完了 这下可闯祸了 因为这个小人的名字叫狗皮膏药 从此他就粘上了男人 男人看动物世界 他就要看小当家 男人要看男女混合双党 他还是要看小当家 就连男人喝个碳酸饮料 他也要给它变成果汁 更为了鸿托气氛 把男人的家里布置成了圣诞庄 更过分的是 这个狗皮膏药还要求男人 把家里的饮料全部换成他爱喝的这种 否则就把冰箱的饮料全部变成果汁 男人再也忍不了了 于是就拿出了一把枪 小样的我还治不了你 结果一枪下去 本以为狗皮膏药就嘎了 结果他又出现了 男人也生懵了 二话不说又是一枪 这下总网安静了吧 结果那小人又出现了 真是太可恶了 男人拿出锤头就是一顿锤 结果还是不行 从此他看见小人 一句也不说 直接不是才死 就是捏死 不仅把他甩到了墙上 还用炸直击给他生炸了 可就是拜托不了 于是男人彻底疯了 他疯狂的把小人 能出现的地方全都给砸了 更惨的是 为了斩草除根 他居然把自己的家都给烧了 你绝对没见过 这么变态的男人 他不仅喜欢去 女生的卫生间里偷看 还喜欢偷拍女生的群体 并且发到群里分享 为了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 老男人更是频繁的 潜进女厕所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次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天刚好一个漂亮女孩 上了电梯 一下就被男人视为了猎物 他迫不及待的拿出一个 带有圣像头的笔尖 悄悄放到了女孩的裙地 不巧的是 这次刚好被旁边的男孩发现 结果男人一把路过女孩 开始恶人心告重起来 这女孩和他横切一气 男孩只能失望的离开 从此老男人更是疯狂了起来 可人人没想到的是 女孩的照片 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多来点 于是老男人再也不满足 去公司的厕所里偷拍 而是用一张破卡片 偷偷撬开了女孩的房门 一进门 他就抱起了女孩的枕头 疯狂的闻起致命的香味 他还打算在女孩的家里 无死角的安装摄像头 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照片 可万万没想到 这么做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安排好后 老头满足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没想到 他的电脑已经被人控制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他偷窥女同事的新闻 这可把老男人吓坏了 就在这个时 突然一个女孩走了上去 你猜 他是谁呢 所以喜欢独居的女孩 千万要时刻小心 这是一只神奇的黑猫 如果你捏着毛摸他 他就会瞬间年轻八十岁 如果你顺着毛摸他 他就会立刻变老一百岁 可女人却偏偏不知道 随后 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在刚刚 男人因为老得太快 被朋友耻笑 这时一只小黑猫 跳到了他的身上 为了安慰他 小黑猫在他腿上 呼呼睡起了大叫 结果老头这么轻轻用力一摸 自己居然迅速老了十岁 这可把老头吓坏了 于是赶紧腻着毛摸 这一摸不要紧 老头直接变成了十八岁 可怕老头震惊坏了 心想这不发财了吗 老头赶紧想再次抓住黑猫 结果因为太贪心 直接就把黑猫给吓跑了 老头为了让自己拥抱年轻 更为了一夜暴富 开始疯狂的追黑猫 结果黑猫没有追到 却被酒吧的灯红酒绿吸引 男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决定享受快乐 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这个决定 将会让他后悔一生 因为那黑猫 已经偷偷跑进了他的家里 直到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男人才赶回家里 却惊恐的发现 黑猫正躺在妻子的腿上 男人想一把抓住他 结果那黑猫太快 直接就窜出了房间 转头一看 妻子已经老了八十岁 一位善良的妻子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只神奇的猫 于是他慢慢的摸着 直到等到丈夫回来 男人懊悔不已 如果自己早点回来赶走黑猫 妻子就不会老得这么快 老头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贪心的代价 居然会让上帝带走自己的爱人 如果时间真的能倒流 你是想重返过去 还是想留在现在呢 女孩想要钓鱼 结果却一条鱼也没有抓到 反而钓到了一堆垃圾 女孩不甘心 于是又撒了一次网 万万没想到 这次居然钓到了鲨鱼 可你绝对想不到 因为女孩的这个举动 居然拯救了大海 因为丢下去的网 再也没有拉回来 于是女孩就来到海边玩耍 可刚建好的沙堆城堡 却被一个垃圾袋给破坏了 女孩拼命的想要抓住它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结果却发现是垃圾 更可怕的是 她抬头一看 海边居然全是垃圾 女孩为了保护海洋 制作了漂亮的宣传海报 期望更多的人 注意保护环境 结果却根本没有人搭理她 直到这天 一条鲨鱼 带着三千吨的垃圾 游上了海面 原来她就是被女孩 钓到的鲨鱼 因为摆脱不了 于是她想到了好办法 她将垃圾统统撞进网里 由于污染严重 小动物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生存 因此海里的小动物纷纷加入了清理垃圾的队伍 小章鱼可以一下抓起16根瓶子 同时装进网刀 效率加倍 电脉被网刀控制 鲨鱼直接就解救了它 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小电脉也开始帮助别人 就这样 大家互相接力 直到最后 网刀里装满了垃圾 可鲨鱼的力量是有限的 它根本拖不动 眼看再不上去 鲨鱼就会被淹死 小伙伴们又开始齐心协力 硬是把鲨鱼推上了水面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鲨鱼把垃圾清理上了岸 所以请保护环境 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个男人马上要遭殃了 他刚把贝特撞死的尸体藏进后备箱里 就遇见了查酒驾的警察 他很慌 想倒车逃跑 警察却已经发现了他 大山之后强装镇定 他小心地摇下车窗 对着警察说自己人 但警察根本不相信他 看他慌张的样子 硬是想多留他一会儿 刚准备放行 警察却发现了不对 他悄悄地走到车前 此时大山的表情 像极了你手机里的第五个表情包 他迫不及待地想一脚冲出去 突然警察吹响喇叭 叫他立马下车 和尸体还在车上 怎么办 大山再次强装镇定 面对一群警察 说自己家里老母亲去世 着急奔丧 能不能通融一下 但警察并没有想放过他 由于太紧张 大山还多报了一位身份证号 这下警察更起了疑心 说吧就要检查他的后备箱 大山慌了 直接上去阻拦 可猛虎终究是架不住一群狼 直接就被电晕了过去 就在他们要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上头传来信息 确定了他的身份 而且职位很高 大山气急败坏地训斥他们 但尸体毕竟还在车上 他不得不赶紧离开 他必须要给母亲盖好棺木后 才能去处理尸体 然而不出意外的 出了意外 他接到同事的信息 说他们贪污受贵的事 被发现了 还要搜他的车 那尸体到底该怎么办 大山彻底慌了 突然他听见通风管道 有水滴声 那一定直通外面 于是他产生了个邪恶的念头 他将外面的通风口拆开 将遥控玩具扔进管道 再将尸体塞进去 然后再买来大批的气球 用钱支走入列师 再用气球将监控挡住 拆开屋内的通风管道 操控玩具 试图将保有尸体的绳子 拉进房间 然而玩具却出了意外 大山顾不上那么多 赶紧撬钉子 巨大的响声 还惊动了看护 这个男人正在撬棺木上的钉子 他要把自己撞死的尸体 藏在母亲的棺木里 而且必须在12点前 因为接到举报的管理 很有可能提前查房 就在他以为自己成功时 突然那具尸体的手机响了 眼看接到举报的管理 正在逼近 他只能不停地 请求母亲帮帮自己 果然管理扭开门时 手机没了声音 大山这才松了一口气 母亲成功入土后 大山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把自己的造势车 神不知鬼不觉的恢复如初 而他们贪污的是 因为金额比较小 上头让他们抓一个杀人犯 还将功不过 大山一看傻了 这不就是自己撞死的人吗 大山又一次陷入了恐慌 他们迅速冲进了罪犯的家里 并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信息 但大山却发现了一条狗 那条狗正好在那一晚也出现过 于是大山跟了上去 来到了车祸的马路 急刹车的车轮痕迹还清晰可见 突然一名警察就出现在身后 刚好也是来搜集证据 还说有人报案 说前天这里发生了车祸 还看见造势者 把尸体装进了护币箱 大山听后顿时几位发凉 抬头一看还发现了摄像头 这下完了 好在天色太暗 根本看不清车牌号 大山这才松了一口气 准天大山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上来就直接说 亲眼看见你藏尸 大山直接惊慌失措的挂断了电话 没一会儿手机又响起了震动 唯恐同事怀疑 大山接起了电话 质问对方想要什么 对方说想要那具尸体 大山根本不想理他 要报案到就报了 不会等到现在 于是报案人再次打来电话时 大山将电话搁置在一旁 这下可激怒了对方 一个大背头直接冲进警局 把大山一顿胖揍 还说自己认错了人 但大山知道那是警告 于是大山尾随塔来到了卫生间 一把就把大背头按在墙上 那大背头也不是吃素的 大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反倒让他吃了一吨的马桶水 大山知道那尸体一定有秘密 于是趁夜黑 他挖出了尸体 这时刚好有人打来电话 一听就是这个人的老熟人 于是他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 迅速找到了通话那头的信息 在大山的威逼下 这个身披绿色战衣的男孩 说出了一切 原来大背头是个腐败警察 他利用自己的职务 回收大量的毒品 加工后 再卖给自己经营的娱乐会所 他们把赃款藏在一个金库里 阿威想独吞这笔钱 于是带着钥匙跑路了 也成了大背头追杀的对象 知道真相的大山 回头就去搜找钥匙 还真的在屁股下找到了 这可藏得够隐秘的 然而就在大山准备看个究竟时 他的同事赶了过来 原来他发现造势者的车牌号 正是大山的 本想将他带回警局 但毕竟多年的交情 死者又是个杀人犯 于是放过了他 可突然就接到了大背头的电话 大山刚下车 一块巨石就把同事砸成了肉饼 大山怒了 说要举报他 但大背头早已提前埋伏在他的家里 被用他的女儿作为要挟 还说看不见尸体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的女儿 大山只好答应 将尸体交给大背头 但大山动了心思 在尸体的屁股后 装上了炸弹 大背头得到尸体后 正准备高兴离开 大山直接引爆了炸弹 还对着水池开了数枪 被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还是草率了 大山一开门 大背头竟然出现了 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 大山直接躲进了房间 谁知大背头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这时 大背头发现床底下的枪 两个人都开始努力的争抢 经意外扣动了扳机 大背头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把自己打死 第二天 大山主动自首 还交代了所有一切 没想要警局决定 攻过乡邸 放过大山 隔天 在祭拜母亲时 还意外在女儿的玩具里 得到了那把钥匙 找到进库后 输入密码 秘密居然全是马尼 在尾巴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